把真空食品放进真空箱里进行真空 会爆掉吗 最近耍到这么一个视频 博主将真空花生放进真空箱里进行真空 没想到食品逐渐膨胀起来 最后竟得到了账包花生 真有这么厉害吗 我也来试试 为此我也准备了一包萝卜 这里面只剩水和萝卜了 所以应该算是真空了吧 为了做个对比 先用薯片试试 启动 哇去 这才抽了一半 就爆开了 看来这真空威力不小啊 OK啊 多说真空过的食物会更好吃 我来试一下 嗯 确确的 这是啥呀 这也太好吃了 嗯 嗯 好吃死了 哎 我又出发 即使这薯片味道跟普通的没啥区别 大家千万没被骗了 OK啊 接下来真空萝卜试试 入法暴露性格系列又出新玩法了 用手机键盘输入CCC 打出吃吃吃的是大吃货 打出冲冲冲的是上分达人 打出猜猜猜的是调皮小葛案 打出成成成的是老好人 输入CCC 哎 我的是冲冲冲 他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上分达人呀 再看看你们的是什么 nice 走你 好的 现在指针已经不动了 估计是极限了 把它关了 可以看到这外包装碰撞了不少啊 像是一个不合格的帐篷食品 OK 咱们赶紧把帐篷食品拿去退货啊 你好 哎 我的帐篷萝卜呢 怎么又变回去了 你格子跟我变成某树呢 朋友们 就奇怪啊 同样是蜜蜂的 为什么薯片一下就爆款了 而罗伯却完好补损了 有没有大神解释解释 烦死了